近日,一则关于公务员降薪的消息,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,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。 对于公务员降薪是否会引发恶性循环,专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。 一些专家认为,长期降薪会削弱公务员的工作动力,降低工作效率,甚至可能导致人才流失。 他们指出,公务员的薪酬水平是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如果薪酬水平过低,一些有能力的公务员可能会选择离开,这将对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政府运行产生负面影响。 此外,公务员的薪酬水平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成就感。 如果公务员的薪酬持续下降,他们可能会对工作失去热情,感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公务员在工作中出现消极情绪,甚至影响到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质量。 然而,也有一些专家认为,公务员降薪并不一定会引发恶性循环。 他们认为,合理的降薪可以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化和改革,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。 同时,也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,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。 对于公务员降薪是否会引发恶性循环的问题,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。 一方面,我们需要关注公务员的权益和利益,确保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需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,确保政府和公务员之间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。 公务员降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分析。 我们需要关注公务员的权益和利益,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,避免恶性循环的发生。